第七十七章 断旗药录 米特尔拍卖场 后客厅 整洁的桌面之上摆放着小小的浴盒,浴盒之中一枚龙眼大小的蛋清丹药正安静地躺在其中。 丹药表面圆润而富有光泽,浓郁的异香从中飘散而出,让人心狂神怡。 望着玉盒中的丹药,作为拍卖场的主示人,雅飞与古尼脸庞上的欣喜几乎难以掩饰。 目光透过黑袍撇了撇有些失态的良人,萧妍暗暗地摇了摇头,心头续虐道。 如果他们知道这巨去散不过是要老偷工捡料链制出来的,会是何种表情? 萧妍所拿出来的这枚巨去散,与他以前所服用的那枚品质明显不在同一档次。 然而,即使是这般,这枚由药老所炼制出来的巨细散,也给雅飞与古尼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老先生的炼药术真是让人佩服,这枚巨细散的品质,恐怕都能与一些无品炼药师所炼制出来的巨细散相比了。 再次深看了几眼这枚淡青丹药,古尼由衷地灿倒。 黑袍下,药老的声音淡淡地笑了笑。 两位把担药收好吧,帮了这么多忙,不打击一下,我心里总有些疙瘩。 老先生实在太客气了,您是客人,我们只是尽分内之事而已。 玉手小心翼翼地端起玉盒,雅飞明眸中眼波流转,奄然笑道。 不智可否地笑了笑,这话别说是要了,就连萧炎也是在心中嗤之以鼻。 若真照他这般尽分内之事,恐怕米刺拍卖场早就倒闭了。 从怀中取出一卷纸张,萧炎将之递给了雅飞,苍老的声音笑道。 麻烦帮我准备一下上面的一些药材。 殷切地接过纸张,雅飞快速地瞟了几眼,笑盈盈地答应了下来。 经过上次的教训,他现在可不敢再表现出任何的迟疑。 招手叫来一名侍女,雅飞将纸张交给于他,最后吩咐其速速准备。 端过身旁的茶杯,萧炎轻抿了一口,心头突然一动,略微沉饮。 药老的声音缓缓传出。 雅飞小姐,我想问个事情。 听着药老开口,雅飞奄然一笑,轻声道。 老先生请说。 加烈家族在这里购买了不少药材吧。 药老淡淡地问道。 文言雅飞心头微紧,妩媚地翘脸微变,偷偷地与玉房的古尼对视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方才迟疑地倒。 上次加烈家族的确在拍卖会购买了接近十万金匹的药材,而这些药材也都是具有一些止血疗伤的效果吧。 微微点头,药老的声音突兀地沉默了下来。 瞧着面前的黑袍人这般模样,雅飞心头顿时有些忐忑了起来。 他早已知晓前者准备帮助萧家,而现在拍卖会又准备这般大量的药材给加烈家族,难保这位不知脾性的老先生会不会对拍卖场抱有一些怨气。 大厅中的气氛缓缓地阴沉了下来,望着一直不说话的黑袍人,雅飞有点坐立不安起来。 若不是一旁的古尼不断用颜色制止,恐怕他早已经开口要询问了。 你们其实也已经知道,我上次购买那些药材是想干什么吧? 两久之后,苍老的声音终于打破了沉闷。 贝尺轻咬着红唇,雅飞轻点了点头,第一声道。 老先生是打算将这些药材织成疗伤药,帮助萧家吧? 在刚才来之前,我已经把炼制出来的疗伤药都给了萧家。 微微点头,药老沉声道。 或许再过两日时间,萧家与嘉烈家族就将会开始用疗伤药争夺乌坦成仿式的人气。 对于这种话题,雅飞也不知如何开口,所以他只得聪明地保持着沉默。 炼制疗伤药需要大规模的低级药材,乌坦成中除了米特拍卖厂能够如此大量提供之外,别的药材店都没着能力。 见到雅飞没有说话,药老依旧自顾自得道。 后面两个家族在疗伤药的比拼,除去疗伤药的价格与品阶之外,充足的炼药材料也是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希望米特尔拍卖厂以后能够拒绝向嘉烈家族提供药材。 药老的声音刚落,萧妍的视线便是透过黑色斗篷,紧紧地盯着身旁这妩媚的犹如狐狸般成熟的美女。 她在乌坛城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所以两个月之内,她必须帮助父亲搞垮嘉烈家族,只有这样,她才能安心地随药老外出修行。 听着药老此话,雅飞俏脸没变,有些为难得道。 嗯,老先生,我们米特尔拍卖厂有过规定,不能参与任何家族间的战斗。 如果我们答应了老先生这要求,那也就等于再间接地帮助萧家,这不符合我们的规矩啊。 我可以再免费为你们炼制两枚举气散。 药老平静地道。 老先生,这不是丹药的问题,真的? 两枚聚气散的诱惑,让得雅飞玉手不由自主地插了插,不过她还是努力地坚持着。 三枚 老先生 雅飞苦笑,一旁的古尼也是脸皮狂愁。 三枚聚气散,这起码要值五十万金币左右吧。 五枚 淡淡的苍老声音,毫不留情地狠砸着雅飞心底的底线。 狭长的美眸缓缓紧闭,雅飞清晰了一口冰凉的空气,半想后猛然睁开,苦笑道。 老先生,您赢了,以后米特尔拍卖场不会再将加列家族提供一株药。 雅飞小姐的定力也实在是让我有些意外,一月之后我会把东西带过来。 当然,先提是米特尔拍卖场没有让我失望。 老先生,您放心,孰清孰众,雅飞心中非常清楚。 好歹也是在拍卖场中历练了几年时间,所以雅飞也是迅速地平复下了心情。 加列家族的价值与一名四批以上链药师的价值,两者基本是毫无可避性的。 做这种选择体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选择的时候争取到最大的利润。 而现在的这种利润,雅飞已经很满意了。 第十八章 望着那拿着药材满意地走出大厅的黑袍人,雅飞努力着保持的肩膀,终于垮了下来。 丰满玲珑的郊区有些无力地坐在椅子之中,看上去犹如一头卷缩的狐狸。 幽懒的模样,别有一番异样的魅力。 这老先生实在是太有魄力了。 雅飞贴着冰凉的椅背,苦笑地摇了摇头。 一旁,古尼也是同样的表情,揉了揉额头,叹道。 五眉俱七三,这手笔,就算它本身是四品的药师,也是有些大了呀。 雅飞点了点头,抿了抿红润的小嘴,自嘲吵得道。 我还以为我能坚持下来的,没想到。 古尼笑了笑,叹道。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恐怕当它出到第三枚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地答应下来。 你能坚持到第五枚,就已经很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哪是坚持啊,我是被它开的价格吓得有些愣神了,所以才不敢开口。 可没想到,它竟然这么有魄力,直接一年提升了两枚。 雅飞翻了翻白眼,忍不住地笑道。 你这一愣神,直接为拍卖场添加了接近四十万的水收入。 文言,古尼一乐,取笑道。 玉手掩着红唇娇笑了几声,雅飞缓缓地从椅子中伸直了身子,站起来,叹道。 加列家族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 古尼赞同的点头。 不过,让我有些迟疑的是,这位老先生似乎和肖家并不熟悉吧? 怎么会如此热心地帮他们? 甚至还不惜用五枚聚气伞来砸断加列家族的要路。 明眸中闪过一抹迟疑,雅飞轻笑道。 谁知道呢,这位大人来路极以为神秘。 加玛帝国中,我还没有听过烈药师中有这好人物。 古尼摇了摇头,轻叹道。 雅飞微微点头,眼波流转,略为沉眼后,笑道。 看来以后我们和肖家的关系可得打牢了。 有这位老先生的担要,我有信心将无产城的拍卖利润提升两倍之多。 等下次的家族业绩评估,看谁还是能够压制过我。 话到此处,雅飞得意地翘了翘红唇,双手负于身后,轻哼着小曲,对着客厅之外悠闲情趣。 走出拍卖场,肖炎长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低声道。 老师,多谢了。 有什么好谢的? 若不把那家里家族弄垮了,你会专心随我去修行吗? 要老无奈地道。 黑黑咧嘴一笑,肖炎也不再多说,按照以往那般在附近转了许久之后,方才在偏僻之处脱下黑袍,然后小心地窜出街道,对着肖家之外行去。 走到家族,偶尔遇到族人,肖炎能够觉察到,这些人看向自己的目光中又多出了一份敬畏。 显然,今日大厅中的那件事,已经在家族中传了开来。 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肖炎静止对着自己的房间外慢慢躲去。 在经过一处转角之处时,一位红衣少女却是迎面撞了进来,好在肖炎刹车及时,不然免不了碰在一起的尴尬。 肖炎表哥,终于找到你了。 红衣少女退后了一步,抬起头来,略微青色的青春小脸,却是蕴含着一抹淡淡的妩媚。 有些矛盾的集合,让得少女比别的同龄女孩多了几分难以明出的诱惑。 这种诱惑,直接是让肖炎也是忍不住地多看了几眼。 这位此时小脸争不满喜悦的少女,正是肖妹。 目光在肖妹那张漂亮的脸蛋上扫了扫,肖炎摸了摸鼻子,淡淡地倒。 有事儿? 听着这有些生疏的招呼声,肖妹翘脸微微一暗,第一声道。 组长让肖炎表哥去一趟书房。 略微一正,肖炎点了点头,笑道。 知道了,谢谢。 说着,随意地摆了摆手,便是转身对着前院的书房兴趣。 肖炎表哥,上次谢谢你了。 望着走得干脆利流的肖炎,肖妹毛子中掠过一抹失望,咬了咬红唇,轻声道。 脚步微顿,肖炎向后潇洒地挥了挥手,淡淡地倒。 顺手而已。 毛子盯着肖炎的背影,肖妹突然鼓起勇气地问道,肖炎表哥,你会参加加南学院的招生吗? 嗯,应该会吧。 少年抱着后脑勺,慢吞吞地逐渐远去,留下轻飘飘的话语。 听着肖炎这话,肖妹那暗淡的漂亮小脸终于是莫名地明亮了几分。 捏了捏小拳头,站在原地望着肖炎消失在视眩外之后,这才有些忧愿地轻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去。 在家族中逛了几逛,肖炎终于来到一所宽敞的房间门前,轻敲了敲门,然后缓缓地推门而进。 房间之内,肖战以及三位长老正在交谈着些什么,瞧着肖炎的进来,几人都是停了嘴。 父亲,您找我呀。 韩孝走上前来,肖炎问道。 笑着点了点头,肖战望着三位长老一眼,迟疑了一下,低声道。 你应该见过那位老先生了吧? 嗯。 你知道他的来历吗? 我与他才认识不久,又怎知道他的来历。 肖炎这话倒是有些发自于内心,他还真不知道要老的确切来历。 不过,我知道他是一名炼药师。 肖炎挠了挠头,笑道。 废话。 白了他一眼,肖战笑骂道。 笑着摇了摇头,肖战显然心情极好,再次问了肖炎几个关于要老的问题,可却是被他故作玄虚的糊弄了过去,到他最后,竟然是半点东西都没问出来。 这小家伙真不知道是不是装的。 望着疑问散不知的肖炎,肖战无奈地摇了摇头,挥手道。 算了,去玩你的吧,以后若是再遇到那位老先生,尽量别惹恼了他,肖家的前程还得以仗他呀。 耸了耸金,肖炎不知可否。 一旁一直盯着萧炎的大长老突然有些迟疑的倒 听着大长老此话,萧战也是一愣,目光迟疑,在萧炎的身上缓缓扫过,片刻后嘴巴逐渐张大,惊恶的倒 你突破斗折了 文言,二长老与三长老老嘴一抽,有些不可置信的盯着面前的少年 挠了挠头,萧炎无辜的弹了弹手 好像是吧,这练着练着怎么就突破了 眼角急促地跳了跳,萧战在惊恶之余,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你当时在练什么呢 对于这段时间,萧炎所创造的奇迹几乎已经有些麻木 萧战只得挥了挥手,哭笑道 突破了就好,有时间去等级测试工会,您快等级徽章吧 萧炎点了点头,嘴角擒着一抹细虐 那我走了,其实我还真是练着练着就直接突破了 哈哈,你可以滚了 翻了翻白眼,萧战笑骂道 这小家伙,纯粹是在打击人呢 难道他不知道,在座的三位长老,当年在凝去斗志弃旋之时,都连续失败了两次 这才成功成为一名斗者的吗 望着脸色有些僵硬的三位长老 萧炎咧嘴大笑了一声 这才在萧战的骂声中窜出了书房 望着那逐渐远去的少年笑声 三位长老脸皮微松,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不由得满脸苦笑 南洋老脸皮称 道路 和스트 �们 一家